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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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找的是一个可以耕作的土地呢 谁来帮你牵线 或者说你要找的是一个能够接老农的班的年轻学徒呢 那这样又该怎么找得到 虽然在台湾我们常常觉得 这种事情喔 靠缘分啦 也可以说靠你的人际网络啊 看你的人脉怎么样啊 不过不是只有台湾会遇到这样子缺乏牵线人的问题 跟台湾一样会遇到农地还有新农 怎么衔接问题的 还有美国 哇 美国地那么的大 他们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比我们大好几倍 所以在有一些地方 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网络 找一些方法来解决 我们接下来就请在宜兰种田的农夫蔡雪清 为我们编辑播报这则新闻 如果你想在美国纽约州的哈德逊河谷务农 不妨试试看哈德逊河谷农联网络 当你打开这个网站的首页 马上会看到二选一 看你是要找到农场还是找到农夫 如果点选找到农场 就可以进一步设定条件 勾选你想要的土地总面积 设施与设备 可种植作物 可续养的动物等方面做筛选 最后还有一列土地使用方案 可以打勾选择你要以下哪一种 农场管理 租地 合作经营 购买或其他 如此一来就能满足各种务农者的需求 不管你是现在拥有买地条件的人 或是刚创业口袋不够深 还是想先练功夫的人 都能有选择投入的机会 例如有的农场主人会提供阶段性管理方案 先来学习再慢慢接手 或者有人想要招募伙伴来协助经营现有的农场 也有农场主人近期打算退休 想要找到能够信任的下一个主人 也愿意提供农地设备与技术指导 反过来说 如果你自己是农场主人 就可以从首页点选 找到农夫这个选项 不分男女 不分年纪 同样透过条件勾选 筛选出符合农场主人需求 可以配合农场条件的青农 如果打开每一位青农的个人资讯 会看到他们所描述的现况与需求 包含农场规划 耕作方式 销售策略 灌溉水需求 种植作物或续养动物 还有个人相关经验等等 对台湾的青农来说 这种帮青农与农场主人 牵红线的农业月下老人网络工具 听起来很梦幻 但实际运作起来有那么顺利吗 其实哈德逊河谷农联网络 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平台 根据一项2014年的研究 美国东北部的17个类似的平台上 大多寻找土地的人表示 平台有所帮助 但却只有7%真正透过平台取得土地 研究结果也显示 多数平台在一年当中 每核成功的案例不到10个 然而哈德逊河谷农联网络 在运作的4年内 已经有150次成功让平台上的清农 与农场主人牵线的案例 他们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虽然网站的使用顺畅度也是个优势 但关键并不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 而是因为经营网站的组织 也投入人力与资源在实际行动上 例如安排该地区的活动 实际带青农或有兴趣务农的青年去参观农场 认识各种可以协助他们创业的资源 还有拜访农业前辈 就像在网络上找另一半一样 不能只看文字跟照片啊 但除了经营上的成功实践之外 哈德逊河谷也有它的地理优势 在距离纽约市不远的这个地方 耕作的农夫可以销售到纽约的市场 可以利用大都会的资源 像很多能协助青农的组织 另外也更容易找到投资 不过也就因为距离大都会近 所以农地价值也就比较高 因此除了找到农地之外 青农也需要依赖许多 可以帮他们克服经济问题的服务单位 有的提供零利息贷款 或也有直接买下土地 再便宜租给青农的农地信托 并不是只有媒合平台就能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 美国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协助青农的合作网络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条件与挑战 但如果没有这类媒合的平台 老农的凋零恐怕只会加快 而有意愿务农的青农 仍旧缺乏门路 因此要振兴农业与农村 或许问题不是缺乏想要传承农地的老农 也不是缺乏想要务农的年轻人 反而问题是如何在老农凋零 或青农的热情被消磨掉之前 牵起他们的缘分 挫合有缘人 以上新闻由蔡雪清编辑播报 下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现在听到走读农村小旅行 然后开心的声音 应该大家迫不及待的可能想说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礼拜 很想要赶快把行李带上车了 对不对 下礼拜开始要过年期间之前 趁着这一集节目 大米自己也想上一堂课 不过这位来宾 其实他能够为我们带来的讯息 那个资料量太庞大了 几乎是一个海洋资料库那么的庞大 他是徐承宇 徐先生 徐总 常年都在推动永续海洋的行动 而且他创办RFI RFI责任渔业指标 感冒的人就是这样 R变成R 为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永续 一直在努力 那除夕快到了 围炉餐桌上 我们一定讲究的那个年年有余那条鱼 我们大家今天呢 趁机会知道一下 到底鱼该怎么吃 才能够继续年年有余 徐总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徐总你啊 这个已经 不管是 鱼产贸易 捕捞 养殖 加工 批发 零售 这些工作加起来 已经超过三十年经验了 对啊 你虽然头发 看起来是有白啦 是很白啦 不过人的那个元气精神状态 是很年轻的 所以是偷海狼 都能这么年轻的意思吗 哦 我不是 其实 我是跟海洋相关的工作者 但是 我不是真的偷海狼啦 因为 偷海狼 事实上 他整天都要在海上 打拼啊 那不像我们这样子 啰啰啰 到处摸鱼 可是你跟海洋 尤其跟海鲜的这方面 结缘是什么时候 因为它几乎就是 你的人生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人生很多的路 并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 那我是台北三支 台北县三支人 淡水啦 那三支 它是靠山又靠海 那对我们来讲 小时候 很高兴的事情 就是每年的暑假 回去 那个阿嬷家住 那么就可以去海边玩 然后当然我们小时候 也常常去海边游泳啊 那 所以从小对海 就是不这么排斥 就很喜欢去海边 那 后来 因缘机会就 考上海洋大学 然后念的又是 渔夜系 所以呢 好像就是注定 要走这条路 但是念渔夜系的时候 老实说 我的功课是很差的 因为就是很不用功嘛 那 哪一科最差 我只记得哪一科最好 不记得哪一科最差 最好的是运动 其他都很差 这个心态是对的 不过 不过虽然说 我们功课不是很好 但是 对渔夜 我还是非常有兴趣 所以在学校 学了所有的东西 虽然说考试考不好 但是我都一直牢牢记在 我的脑海里 那后来就走上这条路了 那我想这些事情 并不是我们可以事先 安排或计划的 那就是一个命运的安排 可是你想想看 你那些海洋大学的同学 有几个人是走在海洋的路上 是啊 这个我想在现在的教育 本来就很大一块的 很大一个比例的人 并不会去走他本来的这个专业了 所以我想我们能走上这条路 是一个蛮巧合的 而且就像像我们在当初 念海大的这些同学们 如果留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半就是在行政单位 或者是在教育界 真的在产业界走的 几乎没有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大的巧合 那你又怎么 是一开始就选择是走产业界 而且一走走到现在 因为不会念书 不爱念书 爱念书的考试 就是当公务员了 然后要去学校教书 也要很会念书 那我们不爱念书的 结果就是选择一个 不要念书的路 可是又觉得跟海洋有兴趣 所以就会走上这个 产业这条路 有听说你因为自己 水产业者这么多年 那大家都有红虾 说这个徐承宇 徐总是一个最长 最接近渔民 尤其最长跳上船的 跟着到处跑的人 我觉得那是兴趣 真的我们平常在陆地上 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可是每次到了海上以后 就感觉上是一种解脱 所以与其说那是一个工作 不如说那是一种享受 那当然在海上 这种渔业的作业环境 可能对大家来讲 就不是这么干净 或不是这么舒服 但是如果那是一个 你喜欢的环境 其实那是一个 很特别的感觉 好像说你去爬山 觉得好累 为什么要去爬山呢 事实上 那个是一个兴趣 对啊 讲到船就只想到晕船 怎么会是解脱 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们在海上 其实一出海 每天每天的这种 不管是天还是海的状况 通通是不可预期的 那而且特别是渔船 很特别很特别 渔船 每一条船开出去的时候 都是满怀了希望 没有一个渔民 他开船出去会觉得说 我今天抓不去 不可能 所以那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种 一种一种姻缘 不像你在其他的工作 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我今天工作会碰到什么事情 那我应该要怎么准备 但是在出海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 都是对未来 就是这一趟 他都是不晓得的 所以充满了期望出去 但是 很大一个比例 在现在来讲 可能会失望回来 因为你抓得不是很好 那可是这种 这种工作的这种氛围 可能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海上的工作者 很多人他就是真的离不开海 那他已经很老了 有的七八十岁了 他每天还是要去海顶 这样洗一洗 就好像说那没有去 那种农夫没有去花园 去损住 去损一个 觉得怪怪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蛮特别的一种 一种工作的一个环境 但你的角色就令我觉得 他应该常会发生 矛盾 纠结 冲突的时候 因为你既是水产业者 做渔产贸易的 你又那么的去了解 捕捞的辛苦 你又那么的去了解 环境 大环境里面遇到的困境 然后加工产业的 加工线上 你也那么样的去理解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还有批发 甚至于消费者 你也去替消费者讲 他们需要吃到健康的 这个会有时候 是很冲突的吧 他有个共同点 什么 大米今天找到 一个共同点 事实上 对我来讲 最有兴趣的就是鱼 我经常讲说 我在陆地上 不在陆地上 在路上 碰到很多人 那我都不太认得出来 因为我觉得 我认人的本领很差 可是水里的鱼 我只要看过一眼 都不会忘记 所以你刚才谈到的 不管是捕捞 养殖 加工 批发 零售 推广 教育 它都围绕着一个主题 就是海里的这个生物 这个鱼 那因为这个是我 非常有兴趣的事情 所以即使看起来 这些东西都 好像有一点冲突也好 或者有一点差异也好 但是事实上 它都是围绕着 同一个核心 可是它真正也是有 会有价值观冲突的时候 让你自己要抉择的时候吧 比如说 兵临于衷什么的 好 价格 当然是很多人关注的 那我想 我不是一个 很好的生意人 的关键就在于 我对价格 基本上 可能我对 对一个 一个水産品的关注 远大于它的价格 的关注 因为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眼中 水中的每一个生命 其实都是相等的价值 它价格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它都是一条生命 它都有相同的价值 它不会 今天这条鱼 一公斤 三千块 五千块 跟那个一公斤 三十块 五十块 其实在我们的 在我的眼中 是 是都一样的 好 那价格确实 在市场上 会有差异 但是 真正的价值 其实是都一样的 它没有差别 好感动 我第一次听说 任鱼比任人还厉害 你有没有被妈妈 还是阿嬷念说 你如果要吃鱼 那么厉害 哪有鱼 哪有拿来 用的鱼翅就好了 有没有听过这一种 我竟然这样乱骂徐子 开玩笑的 这个 这个 事实上 我觉得这不是只有我 那我只是 在台面上 可能大家会经常看到的人 但是我们认识很多很多的鱼民 其实都跟我一样 他们对鱼的关心 真的是远远超过我 那只是说 每个人 他的际遇不太一样 他可能在某一个 环境里面生活 所以他认识的鱼 接触到鱼 几乎都是这些 那我们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这些缘分 就我们接触到非常多 我们讲从国外的海鲜 然后到国内的海鲜 我们接触到非常多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更有福气 就是可以认识这么多鱼 但是 每一个鱼民 每一个生产者 对鱼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他们的感情是相同的 你有那么长久的 那么多那么多 跟海洋 跟这些鱼的记忆 那尤其又走了 五大洲三大洋 有吗 没有啦 我们只走了一小部分而已 还真的是太大了 谦虚真的 好 所以会印象中 知道那一刻 曾经是很触动你 然后不管是 特别开心的 还是说曾经有特别难过的 一个画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 这个我真的 我觉得非常难回答 因为 太多 如果 如果 如果我们去看 我们的 每一次跟海洋的一个 际遇 遭遇 我就真的觉得 不管是今天养殖鱼 是养殖鱼 是你明明知道说 你放了什么鱼在里面 你明明知道说 它应该有多大只 应该有多少数量 可是你每天都在期待 那个网子拉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永远不知道 对海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非常特别的一点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 你今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说 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 我真的很难谈 因为我觉得每一趟都是新奇的 都是一个全新的 不可预期的旅行 可能在陆地上 你会看到你的种植 你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菜 那个水果 一天一天长大 你很清楚 可是在陆地上 你看水里 你永远不知道 它的变化 永远都不知道 所以它每天都带给你 很大的冲击 那有些事情 当然会印象比较 会比较深刻一点 但是我 真的很难去评估说 哪一个是 最最影响 如果大家有机会 我甚至 我最近有在 带一些朋友 有走那个淡水河 淡水河 可能在 以台北的生活来讲 大家每天都看着它 然后过 好像过去又过来 走来走去 但是我们前几年 在带大家去走淡水河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我们什么时候去淡水河 走最漂亮 我觉得我每一天 每一趟走淡水河 看到的东西 通通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 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 自然很特别的一点 在人工的环境里面 很多东西 你希望它是可预期的 可是在自然的时候 你每天都 都面对 喜悦惊喜 那你带着大家走的意义 是有什么诉求吗 我觉得人 不要带着那个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对不对 我觉得人很特别 很特别 我们经常跟一些渔民在聊天 那很多人会 很多学者 很多研究人员 去访问渔民 去做调查 做研究 我自己这么多年 下来的感觉 是我从来不跟任何渔民 在陆地上谈这些事情 因为当人面对海 在水上的时候 他会非常诚实 他在跟陆地上讲的话 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刚才在谈在海上 在淡水上面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换了一个人 如果你自己 亲身去体会到 你就会发现 人到海上 特别在大海上面 会非常非常诚实 这真的是 我听过诚实书 没听过诚实海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试试看 在海上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你真的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 我觉得你都可以 都可以很坦白 那反倒在陆地上 有太多的 我不能讲说不诚实 因为有太多的拘束 太多的理解 告诉你什么话 该怎么讲 所以你不太能够 诚实地面对 可是面对海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你不能不诚实 面对海 你不可以不诚实 因为海就是这么诚实 他说没有鱼 就是没有鱼 他说要起风 就是起风 他一点都不掩饰 那你人 要去掩饰他的时候 事实上 你没有办法 跟海相处 所以我觉得 刚才谈淡水河 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那时候 在做一些环境教育 然后怎么样 让台北市 新北市 我们这些 居住在这里的人 去认识我们的环境 那当然在这边 淡水河是一个 我们可以接触到的 唯一的一个水 那么我们跟他们 做这些环境的 教育的时候 其实带他们 在水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大家就会变得 非常诚实 的面对环境 哇 什么意思 哪些方面 表达出诚实 这里面 我想在水上 我们一方面来讲 会谈对环境的一些感受 对环境的一些认知 那这个东西 是一个 就是说 我们对环境 经常 还是有很多的掩饰 在里面 你也许觉得说 这个山看起来很漂亮 或者是我没有感觉 但是 每一个人观察到环境 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样 把你的这种 这种感觉 谈出来 这个水好脏 我觉得说淡水河的水 其实没有这么脏 但是你可不可以 真正的诚实的 去说出这些话来 你在淡水河上面 看到这些 鱼群的跳跃 我讲的真的是鱼群 现在淡水河 有很多的鱼群 跳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种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那种喜悦 所以 这种诚实 其实是在各方面的 那我想这是 人面对环境的态度 或者是面对水 面对大海的一个态度 可是那个东西 其实在陆地上的时候 通常会有太多的拘束 会把你绑住 我这样又更好想象 为什么许总参与那么多社会议题 像是渔业经济发展协会这边的工作 环境资讯协会 还有荒野保护协会 那你也是主妇联盟合作社 长期以来合作的水产供应商 还有不管是推动永续海洋 这些也都是你自己常常把自己放到海里 不是放到海里 放到海上去面对诚实的自己 然后回来就 应该是说 我自己觉得是 我很想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大家不见得有这么多的机会 去面对这些环境 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参与 主要的部分还是认为就是说 我们对海的认识真的是太少了 但是呢 如果有机会要把这些东西 跟更多的人去分享 那用一个很诚实的态度 去把你看到的东西 跟大家去说明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 亲近一个海洋 或者是认识一个海洋的第一步 是 今天在青龙世纪洋艺尔节目现场 陪我们聊天的是 徐承宇 徐总经理 是永生海洋公司的徐总 还有他也是责任渔业指标的创办人 待会休息一下节目回来 我们请徐总提早陪我们吃 年夜饭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龙世纪洋艺尔节目 礼拜一的晚上6点05分到7点 我是大迷 今天的主题呢 想请 先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 当你很快乐的在吃着海鲜火锅 当你的围炉餐桌上 你夹起了妈妈 整个恰恰恰的鱼肉 送进你嘴里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说出 我知道这条鱼的履历耶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对餐桌上一起吃饭的亲友们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今天请全台湾最在乎鱼的履历 还有应该也是 认识最多鱼 不过他应该不会承认的水产 水产商 还是永生海洋公司的总经理 徐晨玉 徐总经理 大家好 徐总 如果有人在餐桌上 明明恰恰恰的鱼肉 要放进嘴里的时候 居然喊出说 这条鱼的履历 它从哪里来 它的身份 它能够说出来 你觉得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会很惊讶 让我想起最近 就是在 就前几个礼拜 我们有在一些学校里面 我们在那个 推一些食鱼教育 然后那个校长跟我讲说 他好惊讶 因为那天那个小朋友 吃一个鱼 他说这条鱼 有一条侧线 讲出侧线 对 讲出侧线 那我当然那是一年级 对不起 是小学的小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必须让 所有的消费者去认识 这个海鲜 它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前两天也看到 这个曾谷德 他讲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你要认识 才会关心 要关心 才会行动 有行动才会有希望 那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在目前 我们在做所有 在做永续推动的人 我相信都会很认同的 一个逻辑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到说 他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是第一步 他一定要先认识 那对餐桌上的人的意义 又是什么 这点可能要回到 我们经常很多人在谈说 台湾有没有海洋文化 很多人在谈说 台湾就有海鲜文化 然后有海洋文化 那如果用一个比较 苛刻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台湾也没有 海洋文化 什么是文化 但是我们用一个 比较广泛的角度去看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 海洋文化 所以端看我们 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目前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没有海洋文化 或没有海鲜文化 这个我想是一个 应该讲说它欠缺 而不是没有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去看 我们台湾对这种 海鲜的这种描述 你可以发现 都是用台语讲 为什么 因为海洋 这个跟海洋的这种关联 大概在民国38年以后 就断了 因为我们在过去 台湾是依海为生 所以我们所有的海洋 不只是我们的食物 它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它甚至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38年以后 我想这个整个政权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 因为跟中国 这边有一个 这种对抗的关系在 所以我们就有什么海禁 这些 所以我们变成是背对海 而生 而不是面海而生 我们有禁止很多人 要出海不是这么容易 甚至到海边去 都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就活生生 把这个断掉 当然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说 因为从大陆过来的政府 它原本就是一个大陆的文化 所以它对海洋本来就不太认识 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学着 要讲国语 对不对 那如果以前很多台湾的这种谚语 如果用国语 你就完全没有感受了 比方说刚才在谈到年夜饭 这回事我们以前年夜饭吃什么鱼呢 老实讲很多的历史 这种记录并不完整 但是我们经常会谈到说 过年可能要吃好鱼啊 那台湾有一些好鱼 比方说大家常听到的 所以像这种东西 它都会反映出来 它不必然代表 一就是比二好 三就是比四好 倒不一定 但是它为了要让小朋友 或者是它方便的去记忆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教导 这叫做文化 以文教化 所以不是第一名 就真的是第一名 是为了押韵才把它摆第一名 对 为了要好记 这个教学上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台湾有太多的海洋文化 或者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吃的很多很多这种海鲜 它确实有太多的这种 用谚语的方式去 把这种生活的知识 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以前的人 基本上没什么读书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用戏剧 然后用语言 那特别是谚语 特别好记忆 所以台湾就 我想就回过台湾去 台湾是有海洋文化 但是它有点被遗忘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过去海洋文化 拿到现在来看 你会发现 好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些语又不存在了 所以因为中间 这段时间我们跟海洋的疏离 所以我们不太晓得 海洋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就可能是 我们现在大家要去 努力的一点 那这段时间 从民国38年 到现在民国108年 70年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也就是说 现在80岁以下的 在这个存在的生活的人 应该都没有机会 接触到海洋的这种 这种环境了 那所以我们重新 再把这个部分 重新把它学习起来 你刚刚说的好鱼 好鱼啊 很多人讲说 什么是比较好吃 那以前我们讲说 怎么讲的 孙公阿姨好吃 确实好吃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但是除了好吃之外 我们在看这个东西 很重要一点 是以前要吃得到 以前不会有雪鱼鲑鱼啊 也不会有鲑鱼啊 为什么以前抓不到 也吃不到 所以在这种文化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供给端 就是你有能力抓到 那我们知道 以前鱼业的技术 没有现在这么好 太多东西是你抓不到的 然后以前也没有 冷冻保存的这些技术啊 所以很多东西 即使你抓到了 你运到别的地方去 就坏了 就变不好吃 所以好不好吃 它也有很强的区域性 北方南方冬天夏天 所谓的好不好吃的鱼 又不一样 那我们会讲说一起丢西 那这个是跟大环境 它的回游有关系 那这个东西就会反映到 那个环境 那个鱼业的生产方式 以及那个消费方式 所以我们可能跟大家建议说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因为它有太多的限制在里面 它要先筛选 只有这几个你吃得到啊 所以你只能这样选啊 然后每个在北方 然后在北部 在南部 在东部 你的海鲜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也还是要追求 像我们推广 吃当季 吃在地 是 这鱼产也能这样推吗 我想吃当季 这是一个 你可以问所有的人 大概100个 里面有99个说 对啊 我们就是要吃当季啊 但是我经常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请问什么叫当季 特别是在渔业的部分 渔业跟农业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今天 在陆地上的所有的 不管是鸡猪牛羊 不管是吃的菜 水果 它全部 只要是商业化的运作的 全部都来自 农业 栽培 你不会说在陆地上去 打一只野猪来吃 打野猪你可能够你自己吃 但是你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生意 你要来买卖 绝对是要养 绝对是要种 你可以去种 采野菜来吃 但是你不能采野菜来卖 因为没有那个量 你可能种野菜来卖 这个都会有 可是渔业是唯一存在 有一大块 你是从海里去抓的 所以我们在看渔业 确实必须要跟看陆地上的农业 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在 好 那所以这时候就谈到所谓当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渔业的当季 渔业在捕捞的这一块 它是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它受到影响比在农业的影响更大 那么我们过去想说 什么叫做当季的鱼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冬天 冬天要吃什么鱼呢 我们讲说 冬天就要吃乌鱼 冬至就是要吃乌鱼 然后以前的谚语就说 冬至的乌鱼呢 比那个迪卡托 迪卡托是猪的蹄膀 还要肥 其实它真的没有迪卡托这么肥啦 但是它用这样子的一个谚语 告诉你那个时候的鱼就是怎么样 就是肥 它的好吃是因为它很多脂肪 这种描述是非常非常 可以反映出一个产品 一个物种的一个特色 但是 为什么冬至的乌鱼脂肪会特别多 我们都知道说 大家现在冬至的时候抓乌鱼 是为了什么啊 为了乌鱼脂 乌鱼脂可以说是现在年纪海鲜里面 海鲜里面在在地海鲜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 你可以想我们在年纪可能吃鲍鱼啊 吃干贝啊 对不对 吃乌鱼脂啊 但是什么是真正在地最有代表性的 那就是乌鱼脂 所以冬至的乌鱼代表当令哦 代表是它残染剂 代表它的繁殖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说 那可能想说 那前一阵子大家讲说 那个鲜鱼啊 鲜鱼现在繁殖剂去抓 大家觉得说 繁殖剂不应该抓 那乌鱼呢 所以我们必须去仔细去思考 我们所有的这些 从过去遗传下来 流传下来的这些观念 有时候在现在 可能时空环境不一样了 它不必然可以采用 它绝对有它的道理存在 但是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去吃当鲸 因为不管我讲的乌鱼 或者是人家讲的 四月的煎鱼啊 煎鱼啊 去煎的时候呢 不用放油 因为太肥了 为什么呢 四月的时候 又是要排卵吗 四月就是煎鱼的繁殖剂 繁殖啊 我怎么讲排卵 那还有哦 还有我们在讲说 就是有太多 像人家讲说 呃 春变当嘎啦 澎湖人讲 春天的鲜鱼 冬天的加辣最好吃 为什么呢 不知道 繁殖剂 哦都是 所以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所谓的好吃 像我们五月吃黑鲑 黑鲑其实一年到头都在海里到处游 你为什么其他时候不抓它来吃 只有五月的时候要抓它来吃 也是繁殖剂 繁殖剂 哦哦 所以我们在所谓的 呃在海生的这个区块里面 它的所谓的当令都是指繁殖剂 好那所以呃 这块就会变成说 那我们该不该消费 那也许有人讲说 那我们就不要吃 好所以以后我们要改 改讲的时候 我们又不要吃当令海鲜 这样怪怪的 这样又好像不对 所以到底是该吃还不该吃呢 还是就改变当令的定义 好那应该这么讲 过去的鱼捞能力很差 然后人也很少 吃不了多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挑那个最好的来吃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现在人很多 而且我们什么鱼都可以抓得到了 所以如果我们还 把这些能力应用在当季的 捕捞上面 那就会出问题 可是你又不能说 去吃一些不好的东西呀 所以就回到最重要的是管理了 所以青鱼可不可以抓管理 乌鱼可不可以抓管理 像我们大家在讲说 美国很有名的这个鲑鱼的管理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 但是鲑鱼很有名的抓什么 它的乌鱼 它的鲑鱼子 而且抓鲑鱼 是不是都是它在溯息 产卵的时候抓 也是繁殖剂呀 为什么可以抓呢 管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面对海洋 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管理啦 好 那我们今天餐桌上的很多东西 那认识它的重要性就会来自于说 当你对它不认识的时候 你怎么有办法去管理呢 所以所有的行动 一开始就要从认识它开始 但我们当消费者是在 没有那个银钢的当食材 认识不了 消费者 很多消费者会去市场上买鱼 那么 但是在市场上买鱼的时候 我经常跟消费者讲说 消费者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问 不管你跟谁买鱼 你要问他说 你这个鱼是哪里来的 你这鱼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这是养的还抓的啊 很多消费者说 他会跟我讲吗 而且他会骗我我也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 他觉得说我这个很外行 他就卖我很贵 所以呢 消费者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不敢问 不好意思问 这个不是 我觉得这个对所谓的永续 它是没有帮助的 你问 多问几次你就内行了 所以还是要回到问 而且我们跟消费者讲说 你在买鱼的时候 你去问 你觉得 你觉得好像没有效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去想说 你是卖鱼的人 今天十个人来买鱼 他都给你问 哇 你会不会有压力啊 你敢不敢骗他 十个里面是不是都外行 那你都骗他说 你是不是很快就被人家揭穿了 真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 卖鱼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问是一个很有效的 因为这么多人在问的时候 那个鱼饭他就不太敢乱讲了 因为他乱讲就很容易 传邦 但是你如果大家都不问 那么这个部分他就可以 我觉得就可以有很多问题会跑出来 对那种被问的话 也呈现的是消费者在乎这件事情 是 对他就可以督促 那个贩售端更在意一些事情 所以当你问的时候 我想回到年夜饭的很多问题 其实他就有了答案了 比方说乌鱼籽啦 大家想说过年我们讲最会吃乌鱼籽是 呃渔民的乌鲸嘛 对不对 他就好好的赚一笔啦 然后消费者呢 平常舍不得吃乌鱼籽 乌鱼籽好贵啊 然后呢就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买一些来大家亲友享受一下 可是你知道你的乌鱼籽哪里来的吗 可是你知道你吃的乌鱼籽哪里来的 如果你知道说台湾今天大部分的乌鱼籽是进口的 嗯 鱼籽来台湾制作的 好 这个消费者知道吗 那呃另外一个呃 如果是台湾生产的部分 大概80%是养殖的乌鱼籽 那野生的大概只有20% 然后在我们台湾自己生产的部分 你知道吗 因为呃养殖的大概有一年大概有200万只 但是全部都是母的 嗯 因为用实际素 为了要 因为用实际素去养殖 那野生捕捞的只有像今年抓的很好 然后大概有一百万只 但是有30%是母的 其他是公的 嗯嗯 所以你会吃到真的野生的机会很少 可是你回过头来 你去市场上看 到时候跟你写 台湾野生乌鱼籽 你就知道那个事实上只有百分之死不到的机会 这如果问老板 老板大概也这样铁着脸说 嘿啊 对 我是台湾野生 他不能够自己拆出来 但是当大家都这样问的时候 啊 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 嗯嗯嗯 所以我想在今天的海鲜 它存在很多样化的来源 它可能会有一大块是野生的 一大块是捕捞的 然后还有一大块就是远道进口的 绝对不是我们以前在 就是过去那个年代里面 我们以前 我刚才讲说 你只能抓到附近的鱼 而且呢 它不能运送很远的地方 所以你永远只能吃在地的海鲜 可是今天你要吃到在地海鲜机会 就非常少了 那么你知道它的来源吗 如果不知道它的来源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 以消费者来讲 即使你想关心 啊 我很多消费者说我关心海洋 所以呢 我去淨摊 好 我想这是现在大家最常做这件事情 但是像这些事情 呃 事实上来讲 呃 不如从你的餐桌 开始去认识你的海鲜 嗯哼 可是徐总 我因为不够了解 我想多请问一些 像乌鱼子 你说就进口的 那很可能大家年夜饭餐桌上 真的会有乌鱼子 那也比例很高 就是进口的 那我们又怎么跟家人 亲友分享 应该选择哪一种乌鱼子 是永续海洋的选择 好 不能讲说进口的就不永续 嗯 那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食物 我想不只是海鲜 所有的食物我们 呃 去认识它真正的来源都很重要的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做正 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想要买进口的 那么用负一个 一个合理的价格去购买 那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必要的 一个一个尝试啦 那所以我们不能讲说 进口的就比较不永续 或者是台湾的就比较永续 这不能用这样子来划分 或者讲说 养殖的就比较永续 捕捞就比较不永续 也不能这样划分 因为养殖可能有养殖的问题 进口又进口的问题 我们比方说 大家常吃的过年吃的白苍 我们知道说台湾现在抓到的白苍 就已经很少了嘛 所以现在消费者都不太吃白苍 那我们现在白苍大部分来自哪里呢 来自巴基斯坦 那来自这个红海的这个海域 那么从这边进口过来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白苍不太永续了 所以我们去吃那边的 就比较永续 其实是错的 那边的白苍资源 也面临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可是进口的白苍都这么大只啊 因为他们把小的都留在那边 然后就筛选小部分的大的来出口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说 如果我们可以确实知道 所有海鲜来源的时候 我想在消费上面 我们才可以安心 才可以真的做到永续 那养殖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也就永续呢 它可能是不是有对环境的破坏 或者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 外生安全的问题 好 这些东西的第一步 都是先来 先知道你的来源 所以呢 我想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 第一步都是先做追溯 那追溯部分 让大家知道它的来源 那我们在捕捞鱼 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做卸鱼申报 我们知道了多少鱼啊 进来必须要做一个申报 那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我们到底从海里拿了多少东西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来做有效的管理 这些都是 真的是刚刚起步 然后要一步一步来 在您刚刚一直有强调 就是透过管理 然后其实也慢慢的知道 就是您也一直在推动的 产销履历制度 因为产销履历制度是政府在推动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 在实践 对我们在实践 到目前为止 我想产销履历到现在是第13年了 那产销履历现在目前只有养殖的 那我们在过去 那我们在过去从产销履历的第一年 第一张贴纸开始到现在 超过12年的时间 我们总共印了超过120万张的贴纸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在这段时间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一个养殖的鱼 是没有履历的 我们的要求是100%要履历 所以呢 我们就跟我们的客人讲说 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柜子里面 看到有一个养殖的鱼 是没有履历的 就送你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去批评别人之前 或者是我们像社会改进之前 你可能要自己先做看看 到底有什么问题 也许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困难在里面 这根本就做不到的 那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就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如果你自己都不去做 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行动 才能去做改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去定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那养殖的部分有了履历 我们觉得野生的没有 还是很不足 所以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 并没有这个野生的追溯系统 我想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五年前 我们就开始做了 自己的追溯系统 也把我们所有的野生的 海鲜的来源 都把它记录下来 哪条船什么地方 用什么方式 由谁 捕捞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我想在野生上面 我觉得也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个感动是 我真的觉得你把鱼当朋友 每一条鱼 不管它是很稀有的鱼 还是很普通的小鱼 对你来讲 给它们一个身份 你认识它们 知道它们的名字 那都是非常非常尊重 那个生命的表现 我觉得 我对这些海中的生物 我觉得它不 我看它比较不像是朋友 我自己认为它是我的女儿 为什么是女儿呢 你可以 我想家里有女儿的父母亲 大概都会知道那个感受 你讲说 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 这个部分除了说 它的关心之外 那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一点 也是女儿最终都会嫁出去 你这个比喻 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在看 我们的海鲜 因为我们 handle这些海鲜 不是为了要占有它 它最终是要分享出去的东西 可是呢 你在面对你自己的 这个女儿的时候 你必须要采用的态度 你可能就是要给它 更好的东西 而不是 不是就说 你用剩的再给它 那我想应该不只是我 我相信有很多座海鲜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想法 所以她觉得 我觉得她比较不像是我的朋友 我好像要好好呵护的那一种 是的 然后看着她成长 在适当的时候 是 找到一个好的人家 找到一个认识她的人 会懂得尊重她的人 然后把她交给 交给这个 这个 叫出去 最后我想趁一点点时间 还是推荐给所有节目的听众 知道 徐总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 很好玩 很厉害的事情 就是到 国小教小朋友吃鱼 让小朋友 不害怕 剥虾子 可以吃螃蟹 可以自己挑鱼刺 还有包括你刚刚说 他可以讲出 那个是什么 侧边 侧线 看吧 我就不懂 侧线 这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蛮有实验 蛮挑战的 一个行动吧 谢谢 那个主持人 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在过去我们都做社会教育 我们在社会上去跟大人沟通 去跟业者沟通 那当我们在推动这个渔业管理 朝向永续的目标说 我发现 事实上 当大家最基本的观念不存在 或者是有偏差的时候 那个沟通会非常困难 但是这个事情 每一个渔业的管理的推动 可能要十年以上 通常在国际 最少都十年以上的时间 可能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可能真正沟通对象 应该是小朋友 因为未来 他们整个长大的时候 他们就刚好可以先 可以延续这样子的管理制度 所以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就发现最大的困难是 小朋友很怕鱼刺 应该讲说 小朋友不怕鱼刺 是爸爸妈妈很怕 小朋友被鱼刺吃到 所以我们这次才会去 做这个食鱼教育 那我们比较大的重点 是让小朋友 去认识这条鱼 当然鱼刺是认识它的生理 它的结构 然后知道它结构的时候 它就不会被刺到 它就知道怎么样去吃它 那它的结构就带来 它为什么会长这样子 它要怎么生长 然后它的环境是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从很基本的东西去延伸 可是因为最后吃的时候 小朋友会对这个东西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我们要 给小朋友非常正确的观念 然后给它吃到非常美味的鱼 因为它只要吃到不美味的鱼 它会说这条鱼不好吃 以后就不要再不喜欢它了 那那个鱼的价值就会被磨灭掉 徐总你这样这个标准 定太高了吧 还得要很美味的 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谈食农教育好 食鱼教育也好 如果你今天给它的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其实是反教育 它以后再也不要吃那条鱼了 但是你给它一个东西是很好的 下次它吃到一个不好 它知道说这是这条鱼煮的不好 不是这条鱼不好 可是我们有太多小朋友 对鱼的不喜欢是因为 它吃到不好的东西 那我想在今天的食农 在营养午餐系统里面 因为预算的限制 小朋友真的不太可能吃到好的东西 所以不断地给小朋友 在学校吃这些不好的东西 是有很糟糕的后果的 对 尤其吃鱼吃虾 这种连大人都很容易投降的事情 不敢想象 他的孩子可以 他的 对 我刚才讲 因为我们有70年断掉了 所以现在的所谓大人 小朋友现在假设是 他是小学生 那么大人大概就40岁左右 30几岁40岁 他也是生在一个 没有海洋教育的一个年代 所以他当然不会去教育他的小朋友 那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本来以为家长会 有点害怕 后来发现家长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人教他们 那今天有人要教他的小朋友 家长都很乐意 都很愿意去配合 去支持 今天能够 那么一两分钟聊到食鱼教育 吃鱼的这个教育 还有认识海洋文化 这都是永生海洋公司 最近在跟宜兰苏澳的 岳明国小合作在推动 很精彩 很棒的学校 对那听这个节目的 相信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Google四个字 永生海洋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实验的一些 精彩的幕后话序 也应该很欢迎 可以有人直接找永生海洋 谈合作吧 我们没有时间 现在有非常多人 已经有是不是排队了 学校都想要来做这些事情 是 不过我们绝对尽力去做 是 许总非常谢谢你今天来 谢谢 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